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11号 这是我第24次的投资理财分享 今天是总统跟立委大选的投票日 再过几个小时 就是几家欢乐几家丑了 有些投资朋友已经领到年终奖金了 也是几家欢乐几家丑 有的朋友年终领得不错 也有朋友跟我说 他这次年终领得很不好 我说没有关系 不管领多领少都是一笔钱 好好的运用你这笔钱 拿来投资基金 创造一些财富 自己的奖金自己赚 自己的命运自己来改变 还有同事在问我 现在下单笔的科技基金好不好 我觉得还是用定期定额去扣就好了 因为有些美国科技基金 都连创新高了 这时候单笔下去的时机不是很好 投资理财一定要去做 但不要急着把大笔资金放下去 你可以慢慢扣把时间拉长 你的胜算就会很大 我整个什么 antig spelling 都变成了 这个我们就在两次挑战 还有很多大笔资金